这个穿越人站在巨人肩膀上 大装可装 音量开到最大 要赶往天道总店搞事情 君田 白是修行发为务必 你就没想过招个倒立吗 我一心向道 道理只会影响我的道心 真能装 鬼知道你背地里 干了什么好事 闭上你那个坑 想来这世上 无人能够配得上你 那是 孙女小子说了句人话 像你这般狗打 恐怕大象都配不上你 更何况时任 小子你这是要找死吗 我哈哈哈哈 小死本尊了 小友你说的太对 小什么 你一个天道蜘蛛 咋就传得入乞丐一般 天道穷 维护的是自然规律 然而修行者皆是逆天而行 逆天者皆是天道为敌 这个不闷听可恋的 所以我劝小友 还是不要觊觎天道之位 让我回去继续承受这份苦难吧 到了 滚下去吧 这就是天道宗典吗 就是这里 不错不错 这块底盘以后就是我的了 小华 你以为抓了我 就能号令天道 来者何人 竟敢在天道总殿驻足 你们死定了 我的人来了 你敢打我 滚一呗 这不是朱小兄弟吗 什么风把你吹上天来 原来是唠丁头 你不是搞唠坏乡了吗 田园生活索然无味 我又在天道 捐了个直门屎当当 好你个直门屎 竟敢勾结外人 闭嘴 哪里来的臭要饭 你可知我是谁 你是谁 无奈天道主演 我还说我是天道的老丈人 你信不信 这位就是弟妹吗 竟是如此高大威猛 说什么魂话 谁是你弟妹 卓简说话 一想入刺 还请捞丁头减两 别再浪费时间 赶紧把天道传承拿到手 职责生辩 亡了 副使大人 这是何意 郡臣你终于来了 天道主 谁人将你打成这般 老夫中了军天的陷阱 修为被封印 不过你无需惧怕 他同样受了重伤 一个逼一个破烂 天道固然不使什么后柴使 这又是何人 他乃军天的小相好 一个不入流的小人物 郡臣你这是何意 既然你不行 就将神力给我 由我来做天道主吧 你这个白眼狼 枉我再陪你这么多年 你的神爹呢 你不要白日做梦了 神爹已经被我毁掉 那就上路吧 你的腰子呢 想嘎我腰子 没门 他的腰子被我嘎了 去他瞄的 天道传承归我 尔等石像就快快退去 退去是不可能的 就是 难不成打捞冤抛来 就为了看你一眼 你现在逃命 尚有一丝活命机会 军天女皇竟是这般幽默 来战 朱小兄弟 弟妹果然凶悍无比啊 你个捞溜 我以为你逃命去了呢 兄弟有难 我哪能不顾 老夫这是暗中斡旋 天道串承在那里 速速带我去 朱小兄弟当真要做天道主 当真要做 劝小兄弟还是算了吧 天道是所有机构中最穷的一个 无妨 我已有转去 神势的对策 哦 朱小兄弟有何对策 给修行者 夺舍几岛田戒就可以 这跟神势 有什么关系 交纳足够 神势者 可以面去田戒 负责 没生一个小警戒 就将一词打戒 那在 低阵了吗 我当军天有多大能耐 你一成神灵与我对抗 当我百亿年修行是虚设的吗 若是让我恢复二成神力 你断然不是我的对手 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这是我们难任之间的战斗 不要为难一个女人 早说这句话 老娘就不用白挨这顿打 本以为你是个吃软饭的怂包 没曾想尚有几分骨气 算了 你还是不要去找死了 你打不过他 且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 一顿操作猛如虎 谁知是个二百五 我百亿年的修行 到底修了个甚 就这样结束了 你是不是动用了那个 所谓秒天秒地秒空气的质宝 这可是我真是奔灵 跟纯军舰没关系 原来这个质宝叫纯军舰 日后要借我一用 日后再说 这里就是天道传承地 逆境不来 别啰嗦 我看着就好 怎么样 天道神通都领悟了吗 他没有的就这三瓜亮灶 我要的透视烟呢 我要的宽衣皆呆树呢 传承是需要成长的 到时候自然会有你想要的 那我现在可以把我的小伙伴 接来天道终点修炼了吗 不急 先去原初主神殿 让诸神承认你这个新天道之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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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